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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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翁, 為什麼不說話? 我去日本很久了, 我很想你 我有很多話想跟你說 是嗎?我也有很多話想跟你說 你叫副官把車停在一旁 停地的車?在這裡說? 難道你想回我酒店房再說嗎? 現在這麼晚, 孤男寡女好像不太方便 是, 不方便… 富翁 是 停車 是 好, 你去外面等我 是, 司令 富翁, 他走了 你有什麼要跟我說, 你先說 真是 麻利已經把所有事都告訴我 她說了什麼? 就是她和表哥之間的事 我真的很同情她 怪不得你們兩個 要這麼急趕回來廣州 早餐的臭小子真是離譜 一知道我和麻利回日本 她就馬上追過來 明明以前就分手了 誰知道在日本又在一起 搞得麻利不願意回廣州 什麼麻利她不喜歡寧木先生嗎? 我看寧木先生對她挺好的 我告訴你, 麻利以前很發誓 她很多男人 她早就和佐藤在廣州一起 直到她結婚才沒有再救 誰知道這次我陪麻利回日本 她一知道就馬上打飛機過來 牽著她 如果她不是麻利的表哥 會一場打敗她的頭 你知不知道我佐藤 又跟了麻利來廣州嗎? 我不知道嗎? 麻利… 其實我也很明白麻利心想什麼 自己的丈夫又不在身邊 而且又正在病 一個女人在寂寞的時候 真的什麼都做得出來 好嗎? 芙蓉, 那我是日本這麼久的事 你會不會這樣…你有沒有… 有沒有找另一個男人? 不是… 你有沒有搞錯? 你回了日本這麼久 又說寫信給我, 結果一封都沒有 現在還要愛人先告了 說我去找男人? 不是, 我… 我不管你, 你一定要寫一封情信給我 還有, 馬上請我回酒店 我有足班主開戶 好 快 是 福官 是 小畢姓新婚, 令牧先生 這麼晚要你扔下你那位好太太 真是不好意思 那水芙蓉小姐 扔下你那位廣州司令官 你怎麼出來的?安眠藥? 熱牛奶再加重份量的安眠藥 我想他起碼睡到天亮 你呢? 怎麼扔下跟你一雞仁的武田司令? 我跟他說 要跟生夜班主談戶的事 支開了他 我想我們一定有辦法 讓我避開武田麻利 免得他阻礙我們的任務 我這麼晚約你出來就是因為這件事 我已經想到一個好的辦法 你知道為什麼剛才 麻利哭得這麼厲害嗎? 因為他在日本那裡 和他的舊情人偷情 他回來見到你對他這麼好 所以很內疚 覺得自己很對不起自己的丈夫 所以哭得閉嘴 他的舊情人是他表哥, 叫佐藤 還跟著麻利來廣州 好, 麻利他什麼都已經告訴我 他們還約了明天在酒店見面 但他沒有跟他哥哥說 那豈不是對嗎? 既然如此 我們就一起演一場大戲 劇目叫做《逐間再床》 好 好啊 我封情信呢? 我死好了 算你了 真不好意思 昨晚聊起的事 聊晚了 今早早起床 本來我在河南那邊訂了位 但現在過了鐘, 去不了了 不要緊… 你聊天, 最重要是分手 開門去河南都一樣 只要跟你合在一起 去哪裡我都會開心 後花花? 不是後花花, 是真心的 為什麼還有一隻杯?是誰? 是一熊的杯 他現在去了廁所 他跟我的媽媽不舒服, 不管 既然今天去不成河南 不如叫寧木先生早點回去陪麻梨 寧木先生他對麻梨這麼好 我想麻梨不會再做錯事了 對, 一熊的確是一個很難人 我妹妹做錯了這樣的事 我也替一熊不安老 你放心 有時間的話, 我會再跟你聊聊 開解一下她 父龍, 你真是一個很好的女人 最好的女人 一熊來了 寧木先生 一熊, 幹嘛這樣? 是呀, 你不舒服? 是呀, 一熊 有什麼事, 你跟我說, 說吧 好, 我就告訴你 我剛才在西州間出來的時候 看見麻梨和那個男人 很親熱地進了電梯 到底麻梨是不是有什麼瞞著我 你告訴我 武嵐, 既然寧木先生已經親眼看到 我們是不是很應該 把事實告訴她 原來你們也知道 你不要再騙我了 你告訴我發生什麼事 武士, 查到了 的確有位佐藤先生 剛才被我們酒店開了房間 還說這麼多? 你還不上去替我開門 你信不信我把你的酒店都封住 你們的槍尾? 佐藤先生… 佐藤, 別咬人我妹妹 我沒什麼事 你為什麼還幫她? 我帶你回廣州, 還會再避開她 你明知道她跟你回來 為什麼你不跟我說? 你知不知道你姆尹航剛剛在樓下 見到你跟她上課 你現在知道 是自己製造一條很漂亮的龍帽 不要… 救命, 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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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命 怎麼樣? 你來一定有好消息想告訴我 當然 他們最後會搞得怎麼樣? 佐藤就慘了 被武田介林打得只剩下半條人命 進了醫院 而麻利就不斷說 自己沒面子見你這個靈妹一雄 我這個中間人就跟武田介林說 叫她一定要看著自己的妹妹 武田介林的確很疼麻利 所以就抓了自己的妹妹回家 找人看緊她 還千叮萬捉我這個中間人 一定要來勸你, 原諒麻利 你放心 短時間之內 麻利都沒面子見你這個老公了 李牧先生 你這場捉姦在床的大戲 真是做得天衣無服 我們現在消除了麻利這個障礙 我們更加可以集中精神 找金牌的下落 水紅, 其實還有一件事 之前我不是跟你說 說我很想收養玫瑰嗎 其實我跟正位說了 我希望她不要把玫瑰放在香港 因為我真的很想收養她 你介意嗎 我怎麼會介意?我看著她出生 剛才正位跟我說 說她已經把玫瑰送到小關的基地 我想我們很快可以見到她 她是玫瑰嗎?她把玫瑰送回來 她怎麼搞的?她是手爛腳的 怎麼這麼哭?你肚子餓嗎? 剛才吃完奶而已 我看衣服好不好? 怎麼說真的? 真可憐, 我這麼小就忘父母了 玫瑰乖乖, 別哭 對呀, 公道長竟然才回來 她跟忌生拿走去廣州 也不知道什麼時候才回來 你乾爹和乾娘 明天一定很疼你, 玫瑰 好, 黃瑰 快又回來了 但你不 cry 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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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一、二、一 袖子忠, 你找我什麼事? 江崇現在怎麼樣? 那個半壁今天找到了沒有? 坦白說, 我也想他們快點找到 我已經調派所有人手去配合他們 宋偉賢跟我說, 林群暫時不需要學習 調到廣州, 和你一起找 林群應該謝謝宋偉賢 我不是要聽這些, 我要江上雄死 你放心, 他的命不會長 到江上雄找到那半邊金牌的時候 他利用價值已經沒有 到時候你想取他的命, 沒人會阻礙你 雯齡他們走了, 知道他在哪裡嗎? 尚雄, 現在總参莫部 很多事情都不會跟我說 這個消息我還是無故聽到的 聽說徐主任已經把他們送到大後方 其他事情我真的不知道 不過最近我找了一群弟兄 去搜查林武一雄住的酒店 和林丫島 但酒店有什麼東西都找不到 反而在林丫島就找到的東西 全部都是女人用的化妝品 個口什麼都沒有, 無論是妝美 鎖上有兩個字 顯淵… 愛生過落顯淵, 就是川島方寺的真名 以前清朝王族很喜歡把自己的名字 刻在日用品上 那就是說這些東西是川島方寺的? 靖偉, 你有沒有字? 有 原來這個盒子我們安裝了半邊金牌 難怪一直找不到 原來那半邊金牌在川島方寺手上 但為什麼哥哥要把半邊金牌 交給川島方寺? 林武一雄在香港完全沒有犧牲 所以就要借助川島方寺來對付我們 他殺上紅, 表面就是個人的恩怨 實際就有蕭麵跟他爭奪四十堆黃金的對手 那林武一雄送過金牌給川島方寺 絕對有可能 沒錯, 就算給了他 他手上只是一半的秘密 所以林武一雄一點也不用擔心 一定是 尚漢, 你哥哥曾經說過 他不是要做皇帝 他只是想延續戰爭 讓所有人都交破人亡 他一心願意找川島方寺做拍檔 如果讓他倆都拿到四十堆黃金的話 這個世界就大亂, 一定是 那半邊金牌, 一定在川島方寺手上 我以為玲木先生太太回來了 我以為玲木先生太太不記得我這個老朋友 我以為玲木先生太太回來了 真心說, 我一年多晚包了這裡 川島小姐最喜歡來的地方 是專誠等川島小姐來的 這杯是我向川島小姐表示真心 不過不知道川島小姐對我玲木一雄 是不是真心? 我當然是真心 我希望玲木先生 不要辜負我的誠心誠意就真 乾杯 川島小姐, 我有些很重要的事 想和你商量 不過我想這裡不是一個合適的地方 怎麼樣?玲木先生 這間是我新買的別墅 剛剛裝修完 你是第一個客人, 從來沒人來過 真是很古雅, 很有品味 謝謝你的讚賞 這張床是康熙爺用過的 我特意使人在拍賣行投回來 康熙爺紅材偉略 開拓我們大清三百年的基業 可惜今時今日, 國破家亡 玲娘 什麼事? 好, 慘了 讓我來幫你 川島小姐真是細心 對朋友更加有情有義 你知道就好了 不要把我給你的良心當作狗廢就行了 玲木先生失蹤了這麼久 我真的很擔心你 我幾乎以為你想獨吞了那些黃金 怎麼會呢? 我早就說過 我是誠心誠意跟川島小姐合作的 只要我們得到這四十噸黃金 你們大清就有復覺的希望 看來 零木先生不是已經得到另外半邊金牌了嗎? 有個壞消息要跟川島小姐說 那個金韻寧已經被游擊隊救走了 什麼? 我不是已經把那些游擊隊一網打盡了嗎? 康朗報善, 望著在後 你伏擊的只是第一批游擊隊 第二批游擊隊很快就趕到把金韻寧救走了 不過我走得掉已經是幸運了 那你這次來找我的目的是? 我已經發散了人去找金韻寧的下落 我只是擔心 如果游擊隊把金韻寧運到香港 香港不是我的勢力範圍 我真的無能為力 你想我替你去香港找這位金公主? 令牧先生 你已經把半邊黃金的秘密交給我 你不怕我找到金韻寧之後 賣掉你嗎? 我對川島小姐是絕對信任 要不然 我怎麼會把半邊的秘密交給你? 眼前的形勢 川島小姐不僅需要黃金 更加需要朋友 看來靈牧先生真是相當有誠意 好,我相信你 我馬上幫你去香港 看看能否找到這位金公主 我們一定可以合作愉快 你們看看 這張照片是拍賣空給你 這張照片正在工場拿回來 兩張床的雲石紋理完全不一樣 這張床的雲石是新換上去的 難怪你慘得慘了 他可能趕工趕得太急 加上那塊雲石車馬又不適合 硬地陷入,那你就慘得慘了 我當時就在想 張床的二百多年歷史應該很光滑 沒理由會有目次 那為什麼要換了那塊雲石呢? 拍賣行的照片上 看不出那塊雲石有什麼問題 川島方知跟我說過 張床是康熙當年用過的 有一個紀念價值 他沒理由會換一塊雲石 所以很有可能 他是做了甲層 半邊金牌就藏在裡面 靖偉, 工場這張照片 怎麼得到的? 是我派人進工場偷出來的 是, 川島在拍賣行投了一張床之後 就找了全廣州收利文物 最好守宮廢的師父幫他修補 但是最可疑的就是 在五天之後 那個師父竟然被人發現 掉了在珠江河 死因就是喝醉酒掉下去 而川島的狠辣根本就是殺入滅頭 是真的、是假的 就一定再進別墅查清楚就知道了 如果他真的中了你的計 一、兩天之內必定離開廣州 吊動人手 跟你這個假的寧寶一雄 可以掘那批四十噸黃金 我已經加派人手監視著了 只要他一走 我們就可以進去得到真正的答案 那萬一他帶了金牌走呢? 我有兩手準備的 金牌在哪裡? 哪裡必定是保衛森嚴 只要看川島放重兵在哪裡就知道 就算硬搶也沒辦法 我是正位 是 好, 好好 知道…謝謝 川島方子已經出門口 坐11點的火車離開廣州 還有, 他身邊只帶了兩個人 其他人已經調回別墅 看來這陣子不在他身上 為免人長很多, 我們就馬上行動 我已經準備人手了 好, 你馬上出發 來, 小心 可是我已經準備好, 沒問題 不是, 沒問題 沒問題 你要是先喝酒嗎? 怎麼受不了 不是, 這陣子不在那裡 不可靠的情報 川島方子已經手下上了火車 火車已經離開了車枕 川島別墅那邊情況如何? 別墅那邊的守衛完全沒有任何防備 我們11點45分會到大別墅 他們沒有防備,這次行動一定會成功 大家小心點 知道 靖偉,既然川島方子殺了師父的滅口 為什麼還要留一張照片在工場這麼大意? 是呀,已經殺人滅口了 是不是特地擺了照片? 照計劃,上紅11點45分到別墅 12點都行動,現在11點20分 還有時間,快點去工場看看是否錯漏 快點 是 大家聽著,照完定計劃分三組人潛入 大家緊守自己的光環 千萬不要打操驚蛇 12點正開始行動 有沒有人?有沒有人? 你找誰? 我找廖師父的 他過世了 今天是他頭七 做徒弟的,總要回來燒點東西給他 對,其實我們這幾天都沒開門了 不好意思,我真的不知道 是呀,你師父之前幫我老闆 修補過這張床 不知道你有沒有見過呢? 白髮 做甚麼 是 有 快點 人 啊 好… 紀生 是雄正… 不要緊, 我沒事 什麼事? 紀先生,為什麼你會來找我呢? 我越看照片就覺得越有問題 川導方子這份人出了命細生 他連殺人面後也做得出 怎麼會這麼大意 把一張這麼重要的照片留下來 讓我們拿到呢? 於是你再回工場看看 是 是就是這張床 不過這張照片不是我師父的 因為我師父每拍一張照片 都會在後面寫上那種家具的尺寸 這張照片也沒有 所以這張照片不是我師父的 那會不會寫在另一張照片上? 不會,他每次只會拍一張照片 而且他會把照片放在身上 不會有第二張 一定是川導方子會留下來給我們 這根本就是一個陷阱 對了,為什麼你們又可以全身而退? 你們沒有進行計劃? 沒有,我臨時取消了計劃 因為上次南亞島的教訓 我越來越覺得川導方子根本不相信我 究竟發生什麼事? 本來我們照計劃進行 把我進到別墅的時候 發覺很多很不尋常的事 我記得上次去他那裡的時候 經過花園,花園整理得很整齊 屋裡面更加一塵不染 這樣證明川導方子是一個很喜歡乾淨的人 但今早我們去到花園 竟然沒有人打授 這樣太不合理了 因為別墅本身就是一個陷阱 所以裡面的工人早就逃清光 沒錯,川導為什麼會把客人都調走 他在香港只不過是幾天時間 他更應該叫客人把房子打掃得乾乾淨淨 川導這麼深穩手難 客人根本不敢偷懶 我再想一想 他很可能已經吃穿了我 整件事根本是一個報告 其實我當時也覺得很奇怪 他槍檔的安全拳我一直都打開了 其實他是一直在防備我 甚至可能懷疑我不是真真正正的 領目一號 可能我和我哥哥媽生兄弟的秘密 已經被他知道了 那既然他懷疑你 為什麼一直都不踢穿你的身分 因為他今天沒辦法肯定我 所以就想過方法來試我 他表面上就是在香港找金雲令 實質上想看我怎麼做 如果我不是真正的領目一號 一定會想辦法下半片金牌 到時他就將我們一網打盡 那我們現在應該怎麼做? 不入虎, 越焉得虎子 這次他嘗不到我 一定會主動送上門 這四十噸黃金對他來說太重要 他不會這麼容易放棄 通常穿了小姐找我, 不知道有什麼事 請你嘗試我親手泡的茶 茶 果然是好茶 川島小姐不過是文武全才 真是一個濕傳十美的女人 我一早也說過 我和寧木先生是絕配來的 是嗎? 川島小姐 你不是盡快到香港 幫我查金韻寧的下落嗎? 為什麼這麼有閒情日志 請我來試你的手藝? 川島小姐為什麼這樣看著我? 還是我多疑 不妨告訴你, 寧木先生 你失蹤了這麼久 我在打探你的消息的時候 發現了一個你從來沒有跟我說過的秘密 原來你和你的親弟弟江尚雄 生得一模一樣 你們是孖胎嗎? 別再向我提這個人 真可惜, 三番四次都殺不了他 為什麼你不早點跟我說? 我差點以為你就是他 我不說 是因為我知道 川島小姐是一個多疑的人 跟我寧木一鴻一樣, 是同類的人 其實只要你幫我殺了江尚雄 根本什麼疑問都沒有 我認識川島小姐出盡法寶 依然讓她一次又一次地走掉 半篇金牌我已經交給你 表示我對你的誠意 但想不到, 川島小姐還在懷疑我 我真的很失望 那…女人天性是多疑的 最多我向你賠罪 那為什麼你現在又相信我不是假扮? 如果你是江尚雄的話 你一定會想盡辦法來搶回那半邊金牌 只要你一動手 你還哪有命來這裡見我 半邊金牌是我親手送給你 我又怎會搶回呢? 川島小姐, 你對我實在太不信任 這樣我們還怎麼合作呢? 我現在誠心向你道歉, 寧牧先生 希望以後沖繩合作 好, 川島小姐 只要你找到金韻令 我寧牧一雄說過 所有利益和你評分 江隊長, 我一定會找到你 孤兒玫瑰就是這四個字登的尋人品 是呀, 你只登這四個字就行了 是不是報紙上不可以這樣登? 那倒不是, 我問清楚一點 行了, 先生 我要找的人一看到這四個字 就會明白 對了, 你可不可以幫我快點登出來 我可以多付錢 最快可以明早一早見報 那好, 謝謝你 好香, 大叔, 你給我三隻蛋 好 謝謝 不好意思 還沒走?年輕人… 你還沒走?年輕人啊 是, 你以後 我先走 我先走 我先走了 你來吧 趕快, 走 你要走 你嗎? 你 哥 哥 在找什麼?是不是這件事? 給我 給你?為什麼我的圖寶在你? 為什麼? 因為我叫蘭姨,多畫一張 你幹什麼?給誰? 哥,在這個世界上我只剩下一個親人 我不想你再繼續畫這個皇帝目 這個夢會害死你 龍叔和蘭姨他們一樣很擔心你 他們現在怎麼樣? 他們現在在貴州很安全 說以後想以耕田養豬來維持生計 蘭姨還說想你在和平之後去接他們 這樣我們一家人就可以真正團聚了 我不想聽你說那麼多 總之我的事,總之我的事不用理你 我問你,這一半黃金的秘密 你是不是想交給江尚鴻? 是 哥哥,你聽我說 你不可能能做成什麼皇帝 我想把這幅圖交給江隊長 無非是因為想幫你 我不想你做不成皇帝 不僅僅身敗名裂 江尚鴻?又是江尚鴻 他幫我,他有本事幫我嗎? 這個世界上不是只有江尚鴻有本事 我也有 哥哥,江隊長是大英雄 他一定會有方法可以幫到你 我不懂我 哥哥,不要 不要 放開我 不要…大哥,不要 過來… 我告訴你 我不想再聽江尚鴻你三個字 我少許福童都是為你好 你出去,不但我會死 連你也會沒命 你國基地道良在這裡 我會找人送牌給你 還有,你不要笑你的身分 否則命都保不住了 哥哥,你找我在這裡 不要我,我要出去 別留下 哥哥,我敢做到你為你好 哥哥,你讓我出去 哥哥,我一定要出去的,哥哥 哥哥,你讓我出去 幫我好好照顧他 定時定下送飯給他,明白了嗎? 令木一行現在周圍跟著他 若果被他走得了,你們全家都要死 哥哥,令木一行的手段有多殘忍 你們沒理由不知道 幹什麼?不明白我說什麼? 聽得明白… 不過我有些事想問清楚 你到底是那個金埔一還是周世雞 我搞不清楚 你問你幹什麼? 我明明看到金埔一中槍死了 小時候怎麼會有兩人這麼像樣呢? 你到底回來想怎麼樣? 我去金埔一天好,休息也好 你們知道越少,又你們越安全 知道多了,我怕要保你們不住 那爸爸只是想知道清楚這件事 我救了你們三個命 就沒辦法調到最後害你們的 總之聽我說就沒錯了 還有,我走了之後不會回來的 有什麼重要事 寫一張紙幣在群眾報裡 接著在街口罷去當時買報紙 我每天五點鐘會過去買的,明白了嗎? 我不知道該怎麼叫你 不過無論你叫什麼名字都好 始終是你替我解了潘燕日 又救了哥哥,又救了爸爸 媽媽,這個人情,我一定會告訴你 你不用說,這個人情 本來就是周世紀欠你們 這段尋應啟示,會不會不是尋寧燈的? 剛才說過,總参謀部 已經將他們三個人送到大後方 他為什麼突然又會在廣州出現? 如果真的尋寧的話 那為什麼你等了他半天,他都不來? 我本來都是這麼想的 不過我問過報紙的人 他們說等這段尋文啟示的 是一個二十多歲的年輕人 長得白白淨淨,陰聲細氣 身高和身形和穩定很相似 很可能是穩定穿了藍裝 不過可惜這個年輕人 沒有留下任何聯絡方法 玫瑰的確很大機會是尋寧 那僱元呢?會不會知道第二處 不是他以前住過的地方? 如果是尋寧,應該不會知道第二處 我記得他說過 他被法國人找到廣州十六年 僱元一定是他以前住的地方 不可能是另一處 他突然出現在廣州 一定有很重要的事要找你 我暫時也想不到可以做什麼 不過我通知了陳科長 他要再招待其他兄弟多點留意 希望很快有消息 進來,我剛剛接到總参合部的指示 隨著任派周世傑來廣州幫我們忙 要我們盡快完成任務 江道長,張同志 想不到我們三個又見面了 是,江隊長 徐主任認為你這麼久還沒完成任務 所以派我過來幫你忙 為了完成任務 個人恩怨,我是不會把心裡變的 我和紀生一樣,一定會跟你聰誠合作 來…大家坐下研究一下 如何互相配合 周同志,徐主任的計劃是怎樣的? 我想告訴大家 我竟然將金問靈那半黃金的秘密 交給徐主任 而另一半除了主任得到可教的情報 的確金牌是在川島方子上 這次我們的任務 就是以金抱一的身分接近川島方子 江隊長,我想不用很快 我就可以拿到川島方子的本編金牌 在這段時間,麻煩你多多配合我 你放心,只要能夠完成任務 我一定會全力支持你 毛巾和牙策的日用品全都在這裡 你還有什麼需要的話隨時跟他說 我和尚紅一樣都會全力支持這個任務 我需要些什麼,你甚至通明 世紀哥,我希望你可以和尚紅他好好合作 其實上次你拿到那半面金牌 為組織立了功,我們大家都很開心 但現在我們應該同心協力,對付敵人 以前的事不要再想了 我沒想到什麼,我就想證明給你看 我比江上龍更加有能力 你根本就選錯了他 誰有能力也有什麼關係 每個人的能力都不同 但是每個人都是為了國家 為了老百姓而出一分力 為什麼總是要拿自己和別人比 別再說國家,別再說老百姓了 我做這麼多事都是為了你,你知道的 我要說的已經說了 我只想告訴你,川島芳姐是一個很厲害的人 她還心狠受難,你自己小心 川島小姐,為我們的真誠合作,乾杯 好似你一個這麼有本事,這麼厲害的男人 中國人有句話,英雄配美人 我真的不明白,寧木先生,你胸懷大志 怎麼會看得上區區廣州軍區司令一個妹 我是武田司令的妹,武田華麗 你應該敢擔心我 川島小姐,我們已經… 你查川島芳姐,你知不知道我是誰 我是武田司令的妹妹,武田華麗 就是一項的太太 出去,我會好好招待華麗小姐 是… 給我找到的人去外面看著 有什麼事就叫我哥派一支軍隊下來 把他們全部抓回去 是 你知不知道我在這裡,你找人跟著 我只顧著你 難得華麗小姐親自光臨 我真是覺得很榮幸,請坐 我以為川島芳姐有多漂亮 一把年紀還穿成這樣 我還以為是男人 川島小姐是我的客人 你不尊重她,就是不尊重我 我也是照著說 我以為川島芳姐 令牧先生,有你這句話 我已經很感激了 看來你的太太對我有一點誤會 我不會介意的 你走來這裡幹什麼? 你 我派人去日本 找了一把很名貴的武士刀送給你 它是公本武藏用過的 我們中國人說保劍陣合適 試試試看 梁梁不停, 獨歌林絕頂 卻人日流露今盛 望在兩個探探背影 魂無倫難再看得清 哪個是真愛, 誰人亂替代 總参莫報明說 已經將他找尼送去大口坊 為何突然又在廣州出現? 你放了那個小妹又如何? 我剛才已經一槍打死了她 你懷疑我們有內鬼? 希望不是, 大衛安全計 還是查清楚才好, 要不然我們會很危險